嗨嗨,欢迎回到《闲烟闲鱼》 我是亭闲 有黑马韩剧之称的《背着善载跑》 在韩国创造的话题性以及影响力 已经超越收视力的衡量标准了 那究竟《背着善载跑》 有什么魔力能让剧迷深陷赴云呢? 就因为没有顶刘卡斯出演 所以在开播之前并不被电视台看好 甚至在事前制作的时候 一个广告置入都没拿到 尽管已经完结超过一个月 仍然有很多粉丝走步出来 至时整个五月和六月首周的话题度排行榜 仍霸棒冠军 那虽然是穿越剧 但剧情也合乎逻辑 外加男女主角的最萌身高差 以及CP感加成 每一幕都暗藏许多伏笔 令以民们欲罢不能持续二三刷 编游戏的个人综艺也是一档接一档 那其中Running Man的收视率达到了百分之四 创下三个月以来新高 最高收视率还标至百分之六点三 他的IG粉丝也从五百多万 涨至一千万 如今编游戏剧本邀约多了二十倍 博会行程也把他操累了 在近日见面会上更是泪洒现场 自责表现不好惹呼众多粉丝 不只是收视力爆棚 粉丝之间也窜出了善载效应 BUC剧中和其他成员组成的Eclipse乐队 变唱了动人歌曲 Sonagi 居然能进入Mellon第三名的超黄记录 官方也推出了实体OST专辑 没想到 在开放预售的当天四小时内就完全受完 结果创下历代OST预购贩售的最高销售数字 另外 编游戏所属公司Varo也超级给力做宣传 开通编游戏的Weverse账号 举办个人首场见面会等等 让《背着善载跑》的粉丝陷入疯狂 最终 编游戏痛失本名 连粉丝和周边艺人都会脱口叫他 Sonagi 除此之外 也有网民认为 我明目张胆的梦想成为灰姑娘 与《背着善载跑》有异曲同工之处 不仅不雪用流量演员 剧情还打着颠覆传统的名号 以轻松惹笑的剧情成功俘获观众的芳心 男二更被分为 小编又西 那你觉得这部也能掀起另一股效应吗? 那得了《善载病》的影迷们 原以为Monday不再Blue 但完结之后早已深陷不移 不仅不停刷物料 甚至掀起一股前往拍摄地打卡拍照的风潮 那影部剧的你 是否也得了《善载病》呢? 我是听闲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